我们都知道,白米白面生血糖的速度较快,所以每次草友们都不敢多吃,控制血糖这条路从来都不容易,如果非要找一个捷径的话,大家是彩虹饮食法则了,彩虹食谷,导致血糖升高的主要因素是血液里的葡萄糖比较多,葡萄糖的主要来源是食物,食物中的葡萄糖来源是碳水化合物,它碳水化合物比较的是米饭, 面食等各种主食,所以为了控制血糖,糖尿病人最好不吃米饭和面食,穿上去很瘦的裸皮,却离科学十万八千里,科学的知法是碳水化合物,因占中国人每天是入总量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,白米饭和白面因为富含碳水化合物,升糖指数高,所以容易升高血糖,但是,只要开血合理的措施, 但是,糖尿不但能吃多,能吃好,还不省高血糖,小糖签值一算,觉得今天可以跟大家讲讲彩虹食谱,什么是彩虹食谱? 彩虹饮食是美国癌症协会推荐的饮食方法,极多进食多种色彩的水果和蔬菜,有助于增进人们的身体健康, 美国饮食指南建议人均每日需摄取五到十三份色彩丰富的蔬果,一份约等于一百克,中国居民善食指南,建议每人每日至少吃蔬菜三百到五百克深色,也占一半,水果二百到四百克,彩虹食谱包括哪些? 绿色,绿色食物含有大量的特兰物质,可以有效期的抗病毒作用,绿色食物主要包括有绿色叶子的蔬菜和水果以及绿茶等,如,芹菜,青椒,蜜猴桃,西兰花,黄花,鹿笋,菠菜,空间菜,盖蓝,铜蚝,小油菜,西兰花,青椒,韭菜,葱菜,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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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,葱,葱,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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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葱葱,葱葱葱,葱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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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葱 绿色食物含有滑菱葱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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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有助于减轻疲劳,促进体内血液循环。 红色食物主要包括火龙果、食料、辣椒、花生、牛肉、羊肉、猪肉、猪肝、胡萝卜、红辣椒、枸杞子、山崽、番茄、西瓜、红苹果、红枣、草莓、樱桃、橙黄色。 橙黄色食物含有胡萝卜素,有助于保护人的眼睛和皮肤,有效于保抑症。 橙黄色食物主要包括玉米、小麦、柠檬、南瓜、香蕉、橙子、土豆等、燕麦、葱米、花生、韭菜、黄豆、菠萝、橙、紫、木瓜、柑橘等、白色。 我们人体每天必须的营养素今五十种,缺一不可,但没有一种天然食物,能满足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。 因此食物多样化是健康饮食的最基本要求。 怎么吃这些彩虹食物? 一、糖鸟病人吃的食物越多越好,此处的多并非饰料而是品类。 2016年中国萨市指南对此有明确指示,每天的萨市包括乳薯类、蔬菜、水果类、畜秦鱼带奶类、大豆天、果类等食物。 平均每天摄入十二种以上食物,每周二十五种以上,每天因摄入骨鼠类。 眼睛发现,唇骨杂粮、有益于预防肠癌等多种癌症,二把各侧食物混在一起吃。 回到文章开头,很多人吃白米饭容易生糖。 其实只要在白米中加点豆,或者加点黑米、紫米、黄米、燕麦等食材,做成红豆饭、云豆粥、八宝粥等,生糖指数就会降低。 残后血糖也会相应地控制好。 三、每天做个大拌菜和水果拼盘,可以把绿色食物中很多菜洗干净,如菠菜、空心菜、盖蓝、通好、酵油菜、西兰花、韭菜、葱菜、葱等,做成大拌菜。 或三菜,一顿饭可以吃很多菜,还可以把西红柿、黄花、西瓜、橙子等水果,做个水果拼盘。 四、每餐给自己换个食物吃,很多糖尤都说每天都吃同样的食物,嘴里都能淡出个鸟来。 还有糖尤说,糖尤病人总是这个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,活着还有什么意思? 其实糖尤没必要过的像可行僧一样,掌握了上面这些饮食宝则,完全能吃得更好,生活质量更高。 总而言之,糖尤可以吃很多很多食物,而且只要你不辞辛劳,每餐都可以变换着饱子吃不同的食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